王总为了能赚钱 竟然让自己的女朋友去陪一个色老头看话剧 为了能够得到文化节的项目 秘书叶欣彤只好委屈自己 去陪色老头侯德文看话剧 我说这票是怎么还没定呢 这都几点了 两张了 我不跟你说了吗 那你快点打过来 我跟你说 这我马上就到剧场了 好的好的好的 那一会接下来 郝总 今晚的事啊 我推了 你别推啊 你不是说要去看话剧吗 对啊 这话剧必须看啊 我跟你说 艺术干的极强啊 对了 可能将来对你的工作 能有起敌 是吗 走走走 我刚打完这 走 他们二人正准备去看话剧时 色老头侯德文又开始了假正经 那个应该叫上汪副总吧 为什么 你想 你就咱俩去看话剧 这家别人看多不好 影响也不好 我想的太简单 哎 要不先去叫他吧 瞧你说的 您心怀坦荡 甚至不怕影子鞋 对吧 那倒是我倒没说 我多有口令 怕你受伤的影响 我啊 我没事 你要是没事 那就不叫他 其实汪总就在他们二人的不远处 看着自己的女朋友陪一个色老头看话剧 汪总的心里很难受 很快时间就到了晚上 侯德文并没有带叶欣童去看话剧 他只是喜欢和叶欣童在一起的感觉 真的不好意思 话剧没让你看上 下次给你补上 没事 跟您聊天啊 就挺开心的 跟您学了好多知识 是吗 嗯 那我先接个电话 喂 我今天加个班 好了好了 您 家里有事 没事 累不 我还行 您累吗 我不累 找个地方 聊一会儿天吧 好啊 色老头侯德文当着叶欣童的面 就给家里的老婆撒谎再加班 她只是想珍惜与叶欣童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本来是我邀请你和马俊 哎呀 可惜这个话今没完成 你看 我应该送你回家 你都陪我这么长时间 我都不好意思 嗨 瞧您说的 我呀 不别喜欢跟你聊天 我也喜欢和你聊天 侯总 要不是明天有个会 我呀 真希望 再跟你聊会儿 叶欣童愿意陪色老头侯德文的原因 就是想从她的嘴里打听到文化街项目的事 明天早上上班 主要是讨论文化街这个项目 那 您心中 有合适的选择吗 你是说 设计项目的一块 是吧 我是那么想 既然是招标 那就是 设计经费 越低越好 其实我对建筑和街道设计 挺感兴趣的 我之前啊 有学过这方面的课程 是吗 嗯 那就太好了 你得可成为我的好助手 色老头侯德文把文化街项目的事告诉了他 秘书叶欣童起初望外 赶紧把自己的设计能力说了出来 希望侯德文能让自己参与文化街项目的事 然而一个电话却打断了谈话 叶欣童只好礼貌地回避 文化街项目的事没有全部透露给他 对侯德文来说肯定是一件好事 不过这个色老头能及时发现其中的阴谋吗 我们如何在这个项目当中为国家多做贡献 对对对 现在把我们招标的信息发出去 争取在这周末 我们能得到反馈的消息 也就是能看到各公司的不同的方案 汪总听到文化街招标的消息 有点喜出望外 竟然对秘书叶欣童动手动脚的 这让侯德文很生气 愚钝的汪总还没有意识到侯德文的意思 在秘书叶欣童的提醒下 汪总开心地出去发布招标信息了 小姨 正事咱们还没谈呢 好早 来来来 走走走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您刚才说 只有背景失利强的设计公司才能参加竞标 虽然有些公司资历涨浅 规模也小 但是创造力强 想象力也丰富 就这样把他们挡在猛涵之外 是不是我们的损失啊 色老头侯德文其实并没有心思听叶欣童的建议 只是沉醉于他的美色诱惑中 在秘书叶欣童的建议与美色诱惑下 侯德文同意了降低招标的门槛 听到这个消息 叶欣童启出望外 这就表示 他男朋友汪总的公司有机会 招标的消息一发出去 就由许多的公司闻风而来 今天好多公司想要约见您 约见我 是吗 我都登记在这儿了 您看一下 小姨 正好 你来看看什么情况 这个 侯德文 他们知道您要负责文化街项目 都来毛随自见了 侯德文让秘书叶欣童 负责联系这些公司 然而他很快就做好了工作 将一些实力强的公司 直接化掉 留下了几家小公司 和他男朋友汪总的公司 这样汪总的公司 就更容易中标了 到了晚上 侯德文犹豫应酬的事 疲惫地躺在沙发上休息 这个 刚才啊 有几家设计公司 把资料那给我送来 哎呀 我得看呢 要不 我帮您看 您歇着 我看完了 给您汇报 你帮我看 他不辛苦 工作嘛 不怕辛苦 那个资料就在我那店那里 你就在这看吧 色老头侯德文 已经被叶欣童迷得神魂颠倒 竟然连重要的公司文件 都让他看 时间一点点过去 侯德文躺在沙发上休息 叶欣童则是认真的看资料 那你都不叫我呢 刚才看您睡得特别香 我没好意思打搅您 哦对了 今晚的饭局给您推了 您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 怎么会呢 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呢 你看 这么晚了你还在陪我 真的不好意思啊 秘书叶欣童将十家设计公司的大体情况 告诉了侯德文 问他喜欢哪家公司 而侯德文竟然反问叶欣童喜欢哪家公司呢 这让叶欣童有点受宠过惊 我喜欢不喜欢有什么重要的 又是我哪主意 哎你这话说的不对 你可以哪主意 真的 您别开玩笑了 我哪喜欢 我没开玩笑 真的 我真的想自己 真的 你挑的公司一定是我最难以的 在叶欣童的美色诱惑下 色老头侯德文竟然把招标的事让给了他做决定 心怀鬼胎的叶欣童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而公司的命运又会走向何处呢